Hello隊友我是翼王,三年時間過去了 我在19年的時候組裝的那一台100TB容量的文件服務器 它終於不夠容量了,只剩下十幾TB了 所以這次我們來給它加裝200TB容量的硬盤 說明一下這也真的不是凡爾賽 RateZ需要容量佔用不超過80%才能保持最好的性能 現在正面上面已經是顯示紅色的容量警告了 是的,讓那麼一小部分同學失望了 那台機子已經連續開了三年了,到目前為止還在好好的工作 在過去這幾年,那台機子的硬件配置也進行了一些升級和調整 趁著這一次升級硬盤,我準備打開來輕輕下輝 順便給大家介紹一下,我具體升級調整了一些什麼東西 以及分享一些實際的使用體驗 好,那我們現在去NAS那邊 那麼就來到這個機櫃旁邊了,第一步我們先來關機 把電源的輸入也關掉,防止誤觸 這台大號NAS在組裝的時候是選擇了24盤位的機箱 當時只裝了12塊硬盤,下面12個盤位是空的 為了將來,也就是現在,擴展硬盤容量做出的預留 下面這一半我貼了美紋紙,將它們封了起來 有兩個作用,一個是強制氣流從上面12個盤位的位置進入 加強一下它們的散熱表現 第二個就是給下面的空盤位擋一下灰塵 現在就希望這些空盤位裡面的接口沒有因為積灰而導致硬盤連接出問題吧 接下來我們將機子的頂蓋打開給大家看一下內部現在是個什麼情況 先要把機器抽出來一點 好,那麼來看看幾年下來我動了哪裡 當年的原版的配置可以看一看屏幕上面的表格 首先CPU,散熱器上面壓著這個 我升級到了151650V4 我想著它的單核銳頻更高加上V4的IPC也更強 結果實際使用下來發現並沒有看到什麼肉眼可見的提升 旁邊的內存我升級到了128GB容量 因為ZFS會拿全部的內存來做緩存 理論上內存越大,性能越好 不過我換完之後也是沒有什麼感受上的提升 可能是因為我們平常的視頻項目每一期都大於128GB 這個內存容量緩存不完吧 之前做過視頻的Intel 750U.2硬盤 現在加了一個轉接卡做成讀取緩存了 性能提升嘛,你懂的 感覺在線剪輯的瓶頸還是在機械硬盤的速度、網速以及PR自身 NAS對運算性能的要求並沒有那麼高 風扇這裡我換成了貓頭鷹的NF-F12,是1500轉的 正常這裡是應該上暴力扇的 但是因為場地限制,這台NAS我是直接放在了辦公室裡面 怕太吵影響工作,所以上了貓扇 不得不說它確實是挺安靜的,至少比UPS要安靜多了 這個盒子是通過將風扇的接口固定在旁邊來實現的熱炒吧 這些硬盤在實際的使用中記錄到的最高溫度是56度多 我之前用的是西數的紅盤12T 注意這款它實際上是氦氣盤來的 我去查了一下,它的工作溫度上限是65度,還在安全的範圍內 反倒是萬張網卡和HBA卡,也就是硬盤擴燃卡這個位置出現了高溫的問題 我之前在B站動態裡面是有講過的 有一次我更新了主板的BIOS和NAS的系統之後 它就出現了不斷重啟的問題 仔細看了一下之後發現 是更新之後識別出了HBA卡的溫度傳感器,發生了這個溫度報警 於是我把側蓋打開,用熱成像儀量了一下 發現溫度直接破了100度 也虧它在更新前頂著這麼高的溫度工作了這麼久沒有出故障 最後我把萬兆電口網卡給拆了 給HBA卡上了一個小風扇就好多了 現在加了一個關口的萬兆交換機 日常傳輸文件還是萬兆網絡下比較爽 而且想讓電腦直接剪輯存在NAS上的6KBRAW素材的話 萬兆網絡是必須的 最後我給這個機櫃增加了華為的UPS 它還是加了通訊卡的 設置好之後,當屋子斷電的時候 UPS會通知NAS關機 剛才看到的萬兆關口交換機 它也是用UPS供電的,所以也不怕斷電 好,那麼這幾年的折騰都在這裡了 終於到了這個升級硬盤的時間了 這次我們選擇的硬盤是悉數的HC55018TB 是企業級的駭系盤 官方定位是數據中心用的硬盤 非常適合大容量NAS這種地方 數量是12個,把剩餘的空盤位插滿 合計的理論容量超過200TB 不過硬盤廠家的容量計算方式大家懂的 再加上主陣列需要有榮餘 實際能容的肯定是沒有這麼多的 領完,收工,好嘞 就 接下來拼一下這個讀取緩存 每一個ZFS硬盤陣列都需要他自己獨立的讀取緩存 這塊讀取緩存盤是肥仔推薦的 來路不明的海地式OEM盤 PE4010 300多塊錢960GB的PCIe 3.0 SSD 因為讀取緩存不影響數據安全性 壞了我直接換就好,這裡就圖他便宜到晚 但是普通玩家要想清楚再下手 實際到手看了一下金手指有那麼一點點的插拔痕跡 然後它是22110的長度 比我們通常的2280的SSD要長出一截來 所以這裡要加一個PCIe轉接卡 另外主控也挺熱的,還要再加散熱片 因為這個盤的電容比旁邊的顆粒以及主控還要高 所以這個散熱電要分開來撿 好,把這個頂蓋給它裝回去 其實剛才已經裝過一次了 但是我忘記裝那個緩存盤來給我重新開來開來 插電 開機 嗯,希望不要出問題吧 等了它好幾分鐘的自剪加開機 現在終於進到NAS的後台管理頁面了 全部的硬盤,舊的和新家的都一次性識別出來了 非常順利,不用折騰了 之前上面的三排硬盤位 藍色的通電指示燈都已經壞了一些了 下面三排都還是好好的 畢竟裝了之後三年下來都沒有用過 新硬盤還要先組成陣列才能使用 安全起見這12個盤會單獨建一個新的陣列 而不是對舊陣列進行擴容 這次考慮了一下直接做成了RAID Z3 要犧牲三塊盤的容量 換來的是最多可以同時壞掉任意三個盤 而不丟失數據 雖然真的壞掉三個盤的時候也很危險了 再把讀取緩存盤添加進去 以及完成陣列的共享設置 就終於可以使用了 從電腦上傳文件到服務器端 用完緩存之後基本上穩定在600Mbps上下 最低也有400多高則是接近700 從服務器端下載文件到電腦本地 緩內能跑滿萬兆網絡的1GB每秒的帶寬 緩外不知道不知道為什麼最高就只有200Mbps 後面再研究一下有沒有設置可以調 然後一個比較重要的是溫度問題 這麼一堆盤擠在一起 中間的幾個盤會特別容易激熱 在工作室裡面晚上大家下班走人關掉空調之後 溫度最高的盤會一直上升到60多度 看了一下HC550的datasheet 工作溫度上限是60度 所以還是比較危險的 打開機櫃的玻璃門和開了空調之後 倒是能降到50來度 不過空調一直開著還挺費電的 所以這次我買了三把溫柔颱風GT3000 是3000鑽的工業扇 換完後關掉空調掛了一個晚上 最高溫度也才40來度 直接低了十幾二十度 看來1500鑽的風扇是吹不透這個陣列的 還有那個海力士的OEM緩存盤 加了散熱片之後 主控最高溫度也只有50左右還是比較涼快的 看別人評測說顆粒也不是很燙 不過3000鑽的風扇嘛還是太吵了一點 後面再嘗試一下換成GT2150 看一看在噪音和溫度之間能不能平衡一點 過陣子我們還要搬工作室 到時候會有專門的放服務器的房間 那個時候我想試一試5400鑽的風扇 另外我在Windows下查了一下硬盤的Smart信息 舊的12個盤之中只有一個盤出現了05警告 其他盤都是健康的 畢竟過去三年了 機械盤本身也是消耗品 這個結果我覺得還算是可以了 如果那個盤的05數值繼續增加 或者是出現其他的警告 就要考慮換盤了 重建陣列估計都要一兩天 就先繼續用著吧 那麼這次的大號NAS升級就到這裡了 如果覺得有用或者是有趣的話 記得點贊和評論支持一下 新觀眾再順便點一個訂閱 就不會錯過後面的精彩內容了 我是翼王 下期見 掰掰